各位观众新年好 为发展快板书艺术 著名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及其学生弟子 根据柳希同志的小说《燕子里三传奇》改编成长篇快板书 他采用评书的艺术手法 乘上起下紧密衔接 形成一个具有快板书独特艺术风格的内容完整的书目 而每个段落有各式独立的张回 这次先演播六个回目 欢迎广大观众陆续收看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 长篇快板书《燕子里三传奇》 是著名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同志 根据柳希同名小说改编的 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 在河北古渝阳 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名叫李景华 李景华从小佳贫 父亲给大财主韩伯轩扛长弓 活活的泪 母亲受辱 自尽身亡 为了给父母报仇 李景华到五台山学艺五载 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本领 他们飞檐走壁滚几趴坡 动作敏捷身情如燕 又因他排行再三 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美称 叫燕子 李三 李三下山之后 回到家乡 大闹寒宅 杀了韩伯轩 给父母报了仇 官府四处寄拿 李三无奈背井离乡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行侠上议 除暴安良 把个北京闹个天三 地富 下面请听第一回书 撒钱既贫苦 道言成富豪 表演者 天津市取义团 李少杰 有点 放异 北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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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 在1927年的七月间 人阴雨下了有八九天 北京天桥有名的热闹场 一片泥泞行路难 这可苦坏了平民小商和小败 扯桑子叫卖捞了个赔粉转腰 凶苦的一人就更惨了 那变戏法的耍猪斑的 数来饱的大伙都是摆地摊 大金牙在那儿拉扬天了 他的锣鼓家伙手上肩 连小带他喊的欢 汤汤吃个隆东汤 房里头在看喽 那时有后一天 大金牙那寒冤楼 找在了上边 我的肚子饿地有 呱呱地叫喽 哎 老天爷你光下雨 这天桥有没的法子怪艺术 再高也没了人为官 这才叫刮风一半 下雨全无 哎 咱一下 行了天了 杀石天 人生糟糟 都出来笨蛋 您看那 钻钱的 提篮的 推车的 担带的 卖葱的 卖蒜的 卖米的 卖面的 卖煤的 卖菜的 卖鸡的 卖鸡的 卖蛋的 鸡锅鸡碗 剃手打便的 掏筐的 要饭的 拿瓢的 提罐的 叫鸡的 勒砖的 卖小孩的 胚麻带片的 围席头的 裹指袋的 大道边 小道眼 一片哀鸣阵 心悬 那吃鸣 憨傻 病衣 就在这时候 走过来 一人 穿的裤 相貌 堂堂好 魅眼 他这 细招 哥子 长方脸 无关端正 两言 炯炯 放风寒 手里边 提着一个 钱口袋 向 穷人 挨着 个儿的 撒银钱 他撒完了 童子 撒银元 越撒 穷人 越是多 把浑身 兜里的 银元 童子 都撒干 又拿出来 中国 交通两个银行的 银元票 来了这 天女 散花 呼的 一下都撒完了 一扭头 快 飞进了 糊涂 这些穷苦人 七嘴八十 就开了眼 嗨呦 我都没看见 这位 恩人的脸 可说 我都不知 是谁 给的钱 哎呦 老天爷爷 这种人 世上 太稀罕 是有个 瞎子 大了 眼 诸位 诸位 都知道 南京有科 大柳树 北京有个 沈万山 这大柳树啊 长得憨 沈万山 最有钱 人的名 树的影 也比不上 这位 救苦救难的恩人 周姬三的 那个就说 钱多也不一定 救苦救难 谁不知 当大宗管他有钱 哎 算了吧 人家有钱 还留着取九姨太太呢 他本能把钱给了咱 知道吗 张大宗管都七十岁了 他十二岁静身 当得太监了 这老公娶媳妇 是他们家坟地 擦烟卷 那真是缺德带帽 哎 别说了 他娶媳妇 缺德还不算 他还把咱们 桃黄药法的姑娘 拉到他家当丫鬟 你看那黄老头 天天哭着要上吊 见不着女儿 多可怜 要不是有人告诉他 有位 样子李三爷 能把这女儿就回还 那黄老头啊 早就上吊死了 刚才那么善人 就给他一块大洋钱 这才叫人不该死 终有救 撒钱的人 真是为菩萨活神仙 嗨 神仙还有个名何信呢 这位爷 连个姓名都没谈 哎 我想起来了 他别再是那位三爷吧 真说对了 他正是行侠仗义 偷不及凭 除暴安的英雄 半子李三 只是因为 无意的超群惊人胆 穿重跳跃飞一般 来无踪 去无影 三方越级如同走平坤 昨天他偷了 方德台这个大宗馆 今天就到 凭桥来撒钱 这咋子的消息传出后 这可气坏了方太监咯 只是替他那张核桃脸 由红变紫 是由紫变绿 由绿都变蓝了 突然间 他小眼睛低溜这么一转 来人 扎 老太爷 马六伺候 给您请安了 臭崽子 你去到镇基队 给我叫来铁钉 马玉林是越快越好 莫迟言 是 这马六答应了一声 就往外走 他个不多 一时转的回环 骑兵老太爷 马队长到 请 是 邀请 马队长 说 哭啪啪啪 人如这么一先 走进来 兼击队 讲 马铁钉 这家伙 长得大腰 人真把宽 只连钉胡子 饼子脸 金鱼眼睛 逼溜远 他那对双眼皮 倒是真好看 可惜长在了 眼下边了 扒了眼儿 他身穿黑色 顶茶服 耳朵盒子 跨腰间 就这模样 老百姓 一见就害怕 还生了个 狡诈的 黑心 能拐八道弯 十六岁 他所谓的床关中 是坑梦拐欠 卖大烟 偷关掘墓 他在缝窟窿里边 睡过觉 连死人的口袋 都赶翻 入宫门 他曾经借刀 杀人 办过无头案 就走过北京的南霸天 北京城 方圆百事里 提起他 无人不小心 咱喊 他进屋来 一看老狗 张主管 啪 打了个立正 又请安 老太爷 卑职 请安 来了 坐下 给马队长 提茶 快点 谢了 太爷 不知 您换小子 有何分布 这全马治老 我承担 好好 其他人没事 都出去 是 众下人力 这全都给了放肩 我说马队长 这几年 我对你 怎么样啊 回老太爷 您对我的恩情 众主善 要不是您老提拔 给的饭碗 我小子 哪能有今天呢 好好 还算有心 有心 可是 今天有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什么事 我听说 有人在天桥那 撒钱 回老太爷 我当时就得到了消息和报告 我还设了个香儿混到穷人堆里边 一会儿我就能够得到准消息 我估计 撒钱的人 定是那个 样子 李三 他跟我作队足有两年半了 我多次积拿跟他来纵权 结果是瞎子点灯白费辣 死人的功夫确实不简单 他总在天桥穷人堆里转 我派人跟踪已经有两年了 他咒服也粗弄得我头绪乱 这一次又不知哪个孙子丢了钱 混蛋 我就打 他咋的这不是我的钱 老太爷 对不起 我失考了 请您原谅多报 难道非贼钻入您的府里边了 不是 昨天我拿着五百块钱银元票 被给九姨太太寄买首饰带药间 我走进金银珠宝店 那个一摸钱 还一点没胜粮锅断了 这钱准是归礼散了 马铁钉一听 大白天愣把钱捣扫 这非贼真是长大包了天 我说马队长 你看这事怎么办呢 马铁钉沉思片刻笑开言 老太爷 就乃小事一顿 我让他自己上钩入龙坛 不过 不过什么 是不是又得要赏钱 事办好 我赏你大洋二百块 一定要给我除了李三 可还得要个活的母 看看 要活李三是否有困难 可二百块银元 老太爷 你何必如此呢 我为您效劳就是刀山也要钻 那好 你刚才说有什么主意 快点讲啊 要没办法 可别跟我瞎胡编呢 小子不敢 咱如此如此 这么办 管叫他中了咱们的记连环 张凯建连说 妙妙妙 你去做香儿 我来调金柴 张马二人定轨迹 他们设下了陷阱 要抓李三 不无多时 猪士头大批好热闹 右方跑了可是右方 编那个锣鼓 都不连声响 唢呐声声要吹破天了 在一两旁 还有人嘴里知道呢 火 藏大总装可真有钱啊 为取酒 姨太太送财礼 财子金条元宝又换钱了 您看哪 丫鬟 鲁铺跟姨骗 那个个个吃的都是金衣衫 红红绿绿 多新鲜 有的财子金七贵 有的手里 破着宝盘 盘中放 珍珠玛瑙 小匪碎碧玺 冒眼在阳光下 闪闪啄目放光寒 闹闹呼呼一通转 又来到了 茂园银号 换了张银票 等三千 张德财 把三千银票拿在手 说 孩子们 赶快回府 莫迟言 如果要再丢了这张银元票啊 就耽误了我跟九姨太太接风鸾啦 快走吧 话未完 丫鬟 不连说事事事 前呼后 雍转回环 他这一早 啊 人们这个骂呦 呸 这老不死的老蜜干 也不看看你那张老公嘴 脸上一道一道都成熟的山了 还要娶人家的大闺女 你真是确得八分五的老夜冤 众人叫骂 不绝口 这老狗回到家里很坦然 手先睡了一小觉 倒把这个老狗给骂舒坦了 翻身起来揉揉眼 三一套急忙奔过了大烟盘 四姨太太给捏脚气压 五姨太太给吹尖 六姨太太掐腰眼 七姨太太人搓带揉右把大腿斑 八姨太太葫芦凶丑 大婆二婆端着茶水没上前 要是再娶了个九姨太太 只一人一把人砸带 掐人户带搓带带斑 他就是不死 也得老残呢 这五个人一忙着 他就喘不上气了 停停 快拿残葱我独残 屁呀 哎呦 我这纯粹是活人受罪呀 我说你们五个人全都馋了 是要把我给吃了怎么着 都回去 就留下老三人给我烧大烟 吴小气 连声答应回房去 这老狗开一口就来叫老三 我说老三哪 抽完烟 叫厨师给我备夜餐 你要陪我饮酒到天亮 明白吗 明白 他们说着话 不觉至今 到了二更天 就在这时候 月色无光 心不见 黑漆漆 牙雀 乌生 死一般 这位三姨太 七胡八感 八九满 脏得财 钱不啰嗦 笑开言 嘿嘿嘿嘿嘿 我的三姨太 你是我的小宝贝 你别撒娇 不就是跟我要点钱吗 你不能把这三千亿交银元票全都要了 我就要就要 不能便宜你那九九狐狸仙 哎呀你少要点吧 别省得我明天再抬着金条元宝去换钱了 我就要就要 话未完 就听着他们身后边搭了眼 啼 不能要 那张票那是我的针 啊 不启动 别叫唤 一喊一动 我就送你们去盗鬼门关 话未完就听着嗷了一声叫 这位三姨太太地上 他给吓死过去了 张德财 在面前战定一人好 威严 戏高个 先把坤 也先依这个身上穿 先炸怕 把头产那个新杂家 扎定针 新家欧 乡心间那个红乳派 真美观那个嘎的扣 那个整车三 那个厘排排 对肩颜 皮挺带 扎腰心那个心经伞 扒那坤 扔扔裤腿 腿脚面 坤单回胯 不然 眼上看 好无关 耳目死 放风寒 一口短刀 手中断 英姿煞爽煞气天 这老狗一看来人 并肩斜插着青纱样 就知道 是燕子李三在眼前了 他假作震惊愿代笑 您是那位 三爷吧 三爷驾到未能远迎 请荡宴恕罪 今夜相会 真是千里有缘 您这是给老朽 我脸上贴金 我胡奔非浅 老朽我给三爷请安了 提供 抓一把盾刀 切了他的脖子压在精 我问你 姓黄的姑娘在哪里 他是否给你当丫鬟 哎呦 李三爷 这是谁给我炸我的谣 这不纯粹给我下胡编吗 不说实话 我就宰了你 三爷 哎呦 您要杀我 我可冤 确实没有这种事 绝没有半点续言把您瞒 哦 我想起来 这件事情我知道 你一定是在天桥一带 听的传言吧 哎 这都是真机队的使得坏 他们是向我敲诈 我没给钱 他们想抓您抓不住 射下了圈套 进人魂 给我栽赃 把您骗 他们是想把您引到 抓您好要钱呢 到底这黄姑娘有没有 哎 没有没有 要有您立刻挖出我的性感 那好 你就把三千银票交给我 哎 哎 我这就给三爷去拿钱 不许动 往那拿去 钱再拿 哎 三爷 您往上去看 那红丝石 吊着那个硬木匣 那银票就装在匣里边 毫里三 举刀送身 把神斩钻 刷天侠正序脱手精 这仙侠一落不要紧 哗了门 银声四级 人声鼎飞乱成团 真来这四城市走线 十一段 银声响遍各方间 你让他打开匣子看 啊 这没有银票在里边 中计了 当时弄出一头鸡 一把抓过来 赃太坚 顺手一刀把笔筹给削掉 哎呀 我的妈呀 等我了 一股臭鞋 往外穿 你快说 银票在哪里 要不说就宰了你 不不不 呕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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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命哦 就在我血业的里边填 好 李三 取出银票 刚收起 在这时候 珍姬队已经盗了方前 马铁钉取向高声喊 哈哈哈哈 飞贼 你跑不了了 弟兄们 抓住他立刻领赏钱 在这时候 这三一太也苏醒了 好李三 抓住他们后国领子忙几天 左手抓这位三一太 就所有抓起了三太监 除了这二位对不起 给我做个盾牌 我好冲房间 他们要打枪 你俩人直战 是死是活与我不相干 三太监一听可要命了 哎 别打枪 别打枪 你打枪 我得先玩玩 说这话 出了房门口 跟一对一看 啊 是张太监 旁边还在三三一太 这一愣神 刹那间 好李三的服一般 那个动作快 那个如飞燕 如急风 是闪电 送的一声 上方言 马铁冰 啪 一声打过去 这李三一个跟错往下翻 你要问燕子李三性命怎么样 下回助理再接连 我问您好 本来 有些人